他说大伙都喜欢看的就是习游戏 那好 习游戏我从这道尾研究过 各式各样的不管是神仙还是凡人 都挺值得一说 那您说有一个大骗子 谁啊 玉皇大帝 我都会听说啊 玉皇大帝是大骗子 玉皇大帝不是玉皇大帝 他只是玉皇大帝 我说您这不是叫话了知道吗 怎么叫不是只是 你看人家告诉你了 我不是玉皇大帝 那他是谁 我是玉皇的大弟弟 玉皇的大帝帝 玉皇俩帝离大帝离小帝 你给分析一下 我分析过两人的玩意儿 获德刚官说四大民主 经过他这么一说 玉皇大帝变成了大胡 吓得旁边的千大也都不敢接吵 老郭更是直言 孙悟空竟然成了西游记里最单纯的人 孙悟空彻头彻尾 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孙悟空还是很单纯的人 太单纯了 哪天张写的 说明他确实是个豪 没有人的这种 你还看守盘桃源 都是各种攀桃 他在这摘着 是来七个仙女摘桃子 跨着篮子摘桃 是 他这一喊 这七个仙女全定住了 不动了 孙悟空竟然去摘桃去了 猴就是猴啊 要是换你呢 我得拿个篮子 从孙悟空定住七仙女去摘桃 可以看出他确实是猴 要是换成老郭 那就不一定会怎么样 不得不说老郭这是太能编排 不仅如此 在他嘴里唐僧在西游记里是最不容易的一个 整个这个西游记里其实最不容易是唐僧 怎么了 本来是个神仙 锦蝉子嘛 对呀 这个后来改了凡人了 转世偷胎 还得西天取经 是 这趟不容易啊 九九八十一难 净妖精垫着他了 对 吃一口长生不老 哎 妖精不垫着 妖精媳妇也垫着 都垫着 你看看这 有一个黄袍怪有一个像吗 哎知道 黄袍怪的媳妇是烦人啊 嗯 啊 保相国的公主嘛 是 得病了非就吃唐僧肉 哎 啊 要就来逮了没逮着 嗯 孙悟空拔根毛变了七个唐僧 好 要就弄过去了 太太把这七个吃了定就好了 哼 公主纳闷 吃一个就好 怎么七个呀 对呀 七个一聊成 哎 没听说了 唐僧呀 聊成吃 老郭这要是编排起来 感觉以前看的那些都白看了 这就是老郭的倒笑之处吧 不管什么事情都能编排成包 有次是直接说到了铁扇公主 有这么一个人叫铁扇公主 你知道吧 啊 知道 他呆在什么地儿 呆在什么地儿 你看火焰山 对呀 火焰山哪来的 嗯 孙悟空出八卦炉的时候 八卦炉底下掉一块砖来 来火砖 这块砖烧着通红掉到地上 成为了火焰山 对了 老百姓民不聊生 得去求这公主 嗯 铁扇公主吐出一芭蕉印 嗯 山几下三年 就不着火了 没火了 种菜种粮是能活命 得给钱得给上宫 是啊 你想 这个砖是太上老君的把宝炉底下出来了 对 芭蕉印的扇子是太上老君撅起来送给铁扇公主的 是 他为什么这么安排 您您您接着分析分 你看看 你太单纯 我也再调下来 那砖也是太上老君给的 是 对吧 那扇子也是太上老君给的 对对对 他对铁扇公主实在是太好了 好 那个牛魔王为什么常年不回家住 对吧 他在外边有 当年有洞服 对呀 跟狐狸精对不对 对呀对呀 还有一个 这红孩 是他们家的孩子 对 红孩会三位真火呀 是 可是他爸爸牛魔王不会 嘿嘿嘿 接着说接着说 听老郭这么的解读感觉 西游几州白塔 要是仔细一足够郭老师分析的 还的确是这样的事 前大爷捧的也是非常闹 一句接着说尽展现出的年画的样子 甚至还能讲到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爱情故事 看我108天嘛 这就对了 但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这段爱情故事不得不提 那是有一笔 没有他就没有武松 也没有后面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是是是 啊 这两个人 潘金莲跟武大郎 是大学的两个同学 大学两个大学生吗 哪有大学生 不是一个学校 但是俩大学生 哪写的俩大学生 你看这个南方是武大的 什么武大 你看看都喊武大 是不是喊武大 是喊武大 武汉大学的 没听说 武大 武汉大学是武大的 对了 那武大的是武大郎 那么个武大 我是这么理解的 啊 潘金莲也是大学生 啊 波大的 啊 没听说 不是 您按身材的大学是怎么 宁波大学的 哪有 没有 潘金莲和西门庆竟然是在大学认识 老郭这正儿八经的一本胡说还挺有意思 不过这就是相声艺术的魅力 总是能在不经意间抖出一个包袱给观众动 不仅如此 老郭甚至还能编排出三大语言 把旁边的千大爷都听忘了 看我也是四个后古典的学都得看 好 啊 都得看 你看这个 我最爱看的那个什么呢 风尘榜 啊 这个说虽然说是明朝就有 但是 平朝就没有这样了 怎么没有 风尘榜 江子牙吗 风尘榜吗 江子牙那叫风神榜 您看的那可能是风尘榜 什么四大名著啊 三大预言呢 这都爱看 三大预言我没听说过 你没上过学啊 上学讲三大预言了吗 三大预言呢 都是什么的呀 龙夫和蛇 中国先生和狼啊 郭德纲和他的徒弟们 哎呀 看 就在后面这岁着呢 老伯这要是狠起来呢 是连自己都调塔 关键时刻千大爷还不忘不一刀 除此之外 有次老伯是在讲解雅俗共赏 没想到说到一半发风就突变 这孩最讲的是雅俗共赏 都得能接受 做到不容易 雅要雅的那么俗 酥要酥的那么哑 这怎么解释 你太哑了就没人看了 哦 太俗了就不能演了 那倒是 怎么能把相说好 有时候我都愁得很 愁什么呀 有时候在在办公室那 哎呀 发愁怎么办呢 嗯 就想着啊 吹个窗户 看着夜幕下的人流 哦 哎 谁在您窗户里也干这事 我这个就是酥的那么哑 你那个就是哑的那么酥 老郭讲解雅俗共赏前半段听的还挺正经的 怎么就突然跑偏了呢 不过千大爷也不愧是向上皇后啊 依据献挂直接的引得全场大笑 不过作为老郭的搭档 千大爷也是为少被调侃 就在这边电线杆子底下 等着 站着你媳妇 哦 就看见我媳妇了 那会不是你媳妇啊 对 刚见面 这是头一面 是是是 当初是一个女孩啊 你回头擦汗 你这擦汗啊 你回头 哦 瞧见这女孩了 看见 看这姑娘 满身大汗 谁都惹了 这几个大汗还都认识 是啊 卖七 我的老五 什么大汗 取盘弹行的胖 你等会吧 满身什么大汗的满身 啊 这叫满身大汗的呢 那就碰上坏人了知道吗 我叫于谦 你怎么称呼 我英文名字叫约翰 我刚听明白 感觉刚才让我打跑那几位 是人约来的 老郭调侃调 千大爷媳妇的经历 真是太懂 现场画面是不敢想象的 果然不服老郭这脑回路都不行了 不仅如此 还调侃千大爷到日本去 那现场观众也是听得非常的过瘾 一出东京的雨田机场 好多观众 举着个横幅欢迎我 写的什么词啊 欢迎郭子刚来日 日本人就是这么热情 我都害臊了我的 后来余老师去他们也去宏服啊 我后去欢迎于千代日 这一区别就是欢迎他的是男的案子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老郭这一本正经的调侃 千大爷这一本正经的阶词 两人的配合可谓是非常的默契 别看老郭经常是在调侃千大爷 有次是和女明星同台 直接是被反调侃的脸动 我们这次坐公司 这都是没问题的 Tucson 困难 没有 吓我一吓 哈哈哈哈哈哈 source 坐在门睡好 我也是没睡好 要我躲住了 早该走 我们先 Princeton 到这好的 unto pancakes 哈哈哈 你好你好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